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在飞机上空服员不但要服务客人,还要维持环境的整洁,一名香港男空服员抱怨在机上执行时被指派要去清理满室今夜的厕所,让他直呼这笔清理呕吐物和食尿都还要恶心。 据中国报报道,这名香港空少在脸书专业CX Secrets表示,他上个月在飞机上执行时,有乘客投诉厕所有人自卫,墙壁上满是今夜空服员将厕所所上暂时禁止使用,并指示他去清理厕所,但他抱怨的说呕吐物、大便、尿等我都有抹过,今夜我就是不想抹,但又不知怎样拒绝。 空服长向他表示,如果他是男生他也不清理的话,飞机降落后也会由清洁员去清理,但空服长警告,如果没人清理的话,该扳机的评价会很低,更指他很自私,但最后该明空少还是没有去清理,反而是由空服长在飞机降落前自行去清理了。